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正视指控 安排运动员 作赛有改正空间 我们怎样骂霍继刚那些也好 你觉不觉得他年轻的人 说一些合理一些 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出来 起码是合理一些 有指控的 起码要正视 当然 是否去到后面 能不能做到事呢 so far 我看不到他兄弟 两兄弟也做到些什么 但起码你先不要串嘴 要不然你没有沟通那个基础 方力申 老实说 我不会当他是建制以外 或者我也不当他是建制中人 当我是普通人 指控真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 人家已经为我都不肯要你的资源 不肯要计算 你都这样 那你还会说什么呢 好了 我昨天看了三部电影 一部电影是在Netflix看的 就是这个《苗探出差》 不说那一部主 那一部另外说 一部就是《全职乖孙》 我终于进去看了 另一部呢 我是打算看谈判专家 谁知道我买错票 买错票去到电影院 他一样是5点40分 买了什么海关 什么东西 哦 赤亭峰 接着我呢 就打算出去问他 我买错票可以怎么办 我没理由委屈自己 那我想他也是 那你进去那里看 后来我也免得问 那我走不走到那边看 那当然没有人为我呢 当他进去了 好了 我先讲 两部电影我觉得都是好看的 是否好到我的期待呢 又不算 那我觉得呢 我先讲谈判专家 我想你也看了 是吧 我想很多人看了 那是合格以上的 那范博那些呢 有些人没看呢 我不说了 那你永远 港产片你一定是找到很多范博位 为什么会这样 那些 他不算严重 在优历图的戏来说 那整部戏呢 不合眼分 整部戏看下去 都整部戏 是啊 但是你说你会不会再看 这些戏呢 又未必的 这些戏 所以很奇怪 好像我们现在看《英雄本色》那样 喂 那么经典 《英雄本色》 我在电视上也没有怎么 有重看过一下 没有什么狂重看 但是当年在戏院 又重看很多戏 有些戏呢 你是会不断重看的 有些戏呢 你是未必的 譬如我重看得最多当然是Walky 我过来没讲 那我未必会再看 那你问我如果整部戏里面 真是令我认为最出气的 就是 港产片的老问题了 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 我不断都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 演员太老 譬如这套戏 其实 青雲同 吴振宇 都是老的了 因为 现在你警队 我当你55岁退休 是吧 那有些可能 喂 有些可能退到60岁 我不知道啊 真的可以迟些退休的 翻阅 那就60了 是吧 那他们两个 于是乎做这两个 警察 谈判专家呢 都还可以勉强 勉强 因为五十多岁 哇 但是 其他的真的不行了 你就算这么帅啊 三哥 苗乔韦 最大件事 就是质事 他真的很老了 是 因为 Ken哥也七十多岁 是啊 你怎么 你真的很令人出力 是不是没有其他人呢 啊 我真的不知道 喂 那 你譬如说 我还要靠 我不知道你买佛还是什么 或者你觉得你合作得很开心 有导演 有内途 找一下青雲找一下 吴镇约 OK 绝对 喂 那副处长你真的不要这样 我不是为了打 打脸 Ken哥有法管 真的好出气 搞错啊 其实 早几年我看 我忘记看哪一套 看到张同祖呢 做那个警务处 就是那些白衣 那些官 那些警官 那些警官 我已经觉得 不行了 太老了 你不要忘记我们是看A计划 八几年的时候 看当时的董彪 嗯 其实董彪那时候 可能是六十多的了 那时候 他都还勉强你觉得OK的 你想想 如果现在董彪还在这儿 八十岁到八九十岁 难道还要去做警务处 不可能的嘛 对吧 我是这一点想说一下 就是 这是老问题来的 我们是否清亡不智得这么紧要呢 我记得我们的老友 佐敦 他都经常是客串这些角色 去过年多 去过Range 就还可以做到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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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了 做这个角色 嗯 就是等于 喂 你如果今时今日 喂 你还叫 啊 梁朝伟 不是不行的 十几年前他还可以的 甚至乎十年前还可以的 刘德华 是吧 你想想 游龙气凤 刘德华和舒淇 你看一看 二十年前 四十头和六十头都两件事 对不对 你现在再找 去做 怎么办你都 难受啊 好了 全职乖孙 哇 如果这个要开一集来看 我希望大家呢 趁着 他不是我 我觉得那些人哭到Felive 我又不是怎么大哭的 就不算的 那他的故事 亦都是很老套 是吧 就是 我就不穿巧了 但是呢 他真的生活化得很重要 正正是这种生活化呢 可能就是反而 最令人触动的地方 那 特别是那个女演员 原来是第一次做电影 show人 casting的 那个婆婆 是吧 尤其是他有几幕呢 就是安排他的后事 是吧 就是最后 譬如说 遗产竟然这样去给法 那 就令我想到呢 我去年我老马一次走的时候 也是的 他 就要安排一些钱啊 还是怎样的东西呢 就是那种交代 其实就是很 因为他是泰国华僑 他说潮州人呢 就是很中国人的 很中国人的 很中国人的 那 你中段甚至乎 他不悶啊 又 我看完之后出来呢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这套戏呢 有点像观影感受 就是看《东京物语》 我说《东京物语》 真的太多年了 就是那种 跨越文化的 跨越地域的 但是 就是我们东方人 那种感情的流露啊 那如果你问我呢 是今年暂时看过这么多电影呢 应该是《全职归宿》排第一 就是 高过你这个《广东城寨》 很多 就是排第一 暂时 连续视频 就未看 那套《往往梦女人》 就是看完先 就知道究竟哪一套是第一了 那 那 他这套我中间欺负了一点 中间 是 反而我太早了 因为昨天 我看了两场球 接着看了巴西 四十二把书 喂 很高兴 然后打算睡 又睡不着 他就出去看十二点 那我是盒一盒 但是很短的盒 跟着人就醒了 然后吃完去 去 因为我见到一些网友 有些大陆网友 就去土瓜环 明月旁边有一间 我不要开名 很久的那间冰室 嗯 他又介绍他 什么什么什么 我心想 你有什么禁忍 什么什么什么 啊 什么怀旧啊 那他真的是旧的 因为他其实比白宫更老 但是他还有些装修 那我当然 从小到大 我心想 你还没收拾的 那当然是开车下去 还认得我 其实食物就是一般的 我们是吃那些地方 就是食情怀的 因为以前 譬如你说 信德中心对面 有一间叫海天 还是什么 那一类的 没几多间 执一间 执一间 那我吃完那个 接着我看 咦 四点五点 刚好 又再去Element 就看这个 谈判专家 但是我都很对不起 有导演 因为我后来 我买那张飞 其实我真的买了 我这个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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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都是他 都是他 都是他拍的吗 是啊 我不知道 但是作品人也不同 但是问题就是 我 你想想 我坐下去 有张学友 射庭峰 其实你会叫来 知识安知 都看了 我真的没心思考看 我怕浪费我时间 我怕 是吧 不要浪费我时间 我这么想难得 电影人 一个人还想看第三部 张学友都很久 其实张学友这部电影也是 他是绿兜的 来做海瓜 是啊 很久了 所以呢 但是他的样子是很耐心的 但是 你还要拿着枪出来 有时候真的很好 怎么说 反而我昨天看《妙探出差》 我还没看完 因为是两个小时留下 一个小时 53分而已 但是我已经知道《妙探出差》 是怎么走的 我还几分钟没看 今晚吃饭看 我 你有没有看《妙探出差》 当年 Eddie Murphy 你小时候 因为Eddie Murphy 我中五个年 看第一部《妙探出差》 《妙探出差》 第二集都可以 第三集都可以 后来有《迪老狗》 即是跟动物聊天的那些 我昨天看回 我不知道 《妙探出差》 《妙探出差》 我知道 我看回 其实就好像Walky 他们这样 就真的 因为跟回那个timeline 他们老了 跟着的拍档 是老了 但是你就真的 很会 如果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你会很感触的 他们就出来 好像你见到那些老朋友 然后跟你 啊 say hello 嗯 那时候他是 年轻 现在六十多 八四八五年 我得到四十年前 是吧 即是这些series 好像Ledix 给钱拍的 应该 电影不知道有没有上 咱们不要说那么多 ok 今晚我们没有播 今晚先没钱 明晚好像有了 明晚就有了 明晚就有了 是吧 明晚就是西班牙对法国 好 后晚就是这个 荷兰对英格兰 你问我呢 我说上哪一队呢 就是西班牙对英格兰 你不要骂我 我不断批评英格兰也好 我只是支持英格兰 黑波了 上就是这样上 估计呢 我真的觉得很 是的 我真的觉得一分钟 法国对英格兰真的很大 很棒 好 催眠气 不是啊 这些真是 你真是没想办法的 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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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令人生气就是这里 嗯 你敌金斯 喂 你敌金斯 喂 你敌金斯 你没理由 但是河南越打越好 河南 真的越打越好 你说如果河南对西班牙就很精彩 那些真是 是吧 就是变成了这个 2010年的世界一杯翻版 那今天不要说那么多 那我们看他 那这两张是在东方新地找到的 就是呢 现在暂时 今届的香港小姐 一位 那二十五个阶里 的档案照 就是profile照 就是他们去 我不知道档案照是多少 他们去 就是给TVB filing那时候 那张照 但是呢 我又奇怪了 为什么东方新地会 拿到这些 就是他们给TVBfiling的照片呢 嗯 还是TVB故意漏出来给他们看呢 OK 看不到申请的头 也好 看习中国的样子 老实说 这二十五个阶里 据说 现在有五位是 报称黎智北方 其他呢 大部分都在香港出生 太少 那 那 我们由我的名字去看 去估计 是吧 那你问我 我已经看过了 这二十五个女儿呢 那毕竟是年轻的 小女儿 如果用eatable 这个这么低的要求来说 就全部eatable的 嗯 你没理由说吃不下的 但是你说想eat 去到想eat 其实都不多 那当然 我们尊重女性 是 你不想eat 别人给不给你eat 是另一件事 你说你不想eat 别人不给你eat 都不奇怪 全部呢 all disclos 我都可以生利出的 他们叫我老爸 甚至乎如果阿爷 二十多岁 四十多岁 就不行 就窄一些 你说计个身体年龄都可以的 譬如 一号 二十六岁 那么他 那如果我十三岁 我十三岁 生个儿子出来 他十五岁 生个儿子出来 生个儿子出来 就是 就可以的 生理年龄就可以的 但事實上是不可以的 好 我們逐個看 第一個 這個挺好的樣子 不錯 挺漂亮的 這個魏諾琳 伊玲 她身高有167.5cm 學歷是成大畢業 看其實就是香港妹來的 平時興趣 她喜歡看書 跳舞 現在的身份就不知道 沒說 這個一號不錯 伊玲 Yet 好 這個老實說 都是窄窄的 今屆最年輕的佳麗 叫做鄭梓堯 英文名是Yoyo 來自香港 今年參加香港小姐 她首先要跟校長取得批准 沒有不批准 但我校長說你拿來的信心 這個叫做Yoyo 今年17歲而已 好 再去 這個謝淑儀 今年26歲 她自稱是鋼琴家 169cm 就是叫做蘇姨 謝淑儀這個名字 你都覺得是香港名字 她有點熟 26歲 26歲 不是 她當然是從我的髮型 其實26歲很年輕 現在 但這個可以的 好 接著這位佳麗 這位佳麗 這位叫吳子晴 Akari 他用烏 可能是大陸來的 特別是 是吳呢 是吳 他姓吳 用烏 所以可能是大陸 特別是一個職業 是文化製作人 我們有權懷疑 他是來自大陸的 你說是否很美 不算 但OK的 是 Akari 接著有個佳麗 這個佳麗 黃絲營 這個有點怪 特別是黃絲營 像香港人 不是 Cindy 他用這個黃 黃 黃 他是空中服務員 但我看 那個稀質就像香港人 是 當年他有權 小時候在大陸出生 早點香港來 因為那個稀質都像香港人 歪嘴 OK 都得到的 下位 What 德成安隆 這個佳麗 今年20歲 他叫做馬家聰 Tina 他是165cm 有這麼高嗎 Tina 他的職業是電訊公司的商業項目顧問 這隻銷子 不要緊要的 名字好聽一點 但是他對眼有一點點不是鬥雞 他有一點點不對焦 怎麼可以兩邊飛 看得不好 很一行 他姓馬家聰 OK E不Eat Do it 你真人又不同 你始終二十歲 又不是怪獸 你這樣說不Eat 如果這樣說不Eat 就好 沒肉了 吃膚色 下位 連續兩個 這個又是姓馬 為什麼我那年姓馬 馬中心會這樣的質素 見人想很多出事 對 這個是馬麗文 OK 這位媽媽 二十二歲 一百七十二CM 高壽平 現在是學生的 報稱 很高 我去做女人 比她們還好 好 再去 哇 這個佳麗 郭欣晴 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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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CM 報稱是無特兒 和舞蹈的導師 其實很難說這張照片 她應該是不差的 不知道我感覺到 她應該是不差的 不知道我這樣看 只是感覺而已 OK 如果暫時看 我覺得 你說那個謝淑儀 和第一張的Eling 最好 OK 接著 這個就是王劍平 王劍平 今年二十六歲 真是有樣子看的 真是有樣子看的 老色一點 老色一點 今年二十六歲 一百六十四CM 報稱是畢業生 即是怎樣 二十六歲畢業 就是沒有東西要做 即是良地 劍平 Kippy 等下下一位 這位王子堯 你覺得很嬌嬌的 雖然面瘦一點 Amina Amina Yang 二十一歲 179CM 哇 和我這麼高 學生 OK 會不會太高太高 太高 好 好 再去 哇 王順文 這位王順文 Kandice Kandice Wong 166.5CM 行政助理 你看看臉 寬闊一點 OK 其實呢 你撿一下 裝一下 OK的 頭髮呢 他上面那裏 整鬆一點 後面那裏 遮蓋面 OK的 這個是Kandice OK的 王順文 好 再去 這個是熟一點 又是 二十六歲 如可情 不是如可因 如可情 Kandice Yu 二十六歲 166.5CM 他的職業是 公了七糧師 公了七糧師 即是阿保羅那一隻 公了七糧師 哇 他的口 這麼闊 都挺熱情的 她的口有些像麥當勞叔叔 但是我覺得 哈哈 麥當勞叔叔 OK 好 再去 好 接著這個是 梁家瑩 很熱情 梁家瑩 Emily 今年二十二歲 不像 加拿大出生的 美國大學畢業 她平時的興趣 她喜歡曬太陽 還有做健身 都看得出她真的曬太陽 但是 都是很 什麼的 很開朗的樣子 有一個酒粒 OK OK 好 好 這個Mandy Phong 方詩敏 今年二十四歲 她的身高是一百七十三CM 她是時裝品牌的主理人 說這麼厲害 咦 她的樣子 有點熟口臉 有點像車丸丸 少少 OK 好了 看看方詩敏 好 接著 哇 盧凱儀 Carrie Lowe 二十二歲 一百七十三CM 國標舞選手 和教師 喏 其實這張照片是否拍得一般的 是呀 普通的 真是不知 不過全部的牙 牙仔都挺漂亮的 盧凱儀 不是盧凱鵬 OK 好 再去 這個叫林蘭 Linman 25歲 這大陸人 一百六十八CM 投資銀行的分析師 喏 做甚麼都不要緊 大距離 不要上天台 OK 好 下一張 中翠絲 二十四歲 Tracy Tracy Jones 一百五十九CM 畢業生 咦 小小粒容易吃 不是呀 挺甜的 OK的 有些像是陳偉林 我覺得 少少 好了 接著下一位 這個肯定大陸 這個 秦企敏 你看看他 秦用這個 我都不知道 二十一歲 QIN 174.5CM 很高 學生 OK 可以教訓 高度 對補滿 這個挺好樣的 李曼思 二十六歲 Angela 二十六歲 真的看得出 一百五十七CM 學生 這個小小粒 小小粒 二十六歲 還讀甚麼書 26歲 OK的 這個 我現在 so far 我覺得李曼思 那個樣子漂亮 謝淑儀的樣子漂亮 以及Eling Eling都不錯 好了 第三十五號 這個叫 晴薑月 Dollaris Dollaris清 二十五歲 一百六十五CM 零售店就店主 零售很難做 這就有勢 三家香港小姐 對的 不要做了 零售 好了 下一位 Jesse Jesse 陳子冬 你有沒有 她 她樣子那麼像 阿星仔的肚美人魚 那條魚 她樣子 怪 不是醜 但是有些怪 阿星仔的美人魚 一出來 那條好想大條魚 對 好像分開的 分開的 分開的 還沒大小 應該就不是那麼差 不是 不差 Jesse 今年十八歲 161.5CM 應該OK的 OK的 那些牙黃一點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張照片拍到這樣 OK 好 下一張 這個名字很厲害 甜甜 甜甜 Rose Rose Chin 它用CH2N 看上去又不像是大陸拼音 難道是新加坡 新加坡才聽不懂在哪裡 OK 25歲 一百六十四CM 都不差 其實 不過鼻子有粒 要脫掉 笑云黑 舔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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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一舌 然後 嘩 莊曉庭 Kimi Chong 24歲 一百六十七CM 他報稱是一個會計師 這樣都OK 他又不是差 是真的OK的 他又不是差 我們要記住今日的舖飯牛上去到舔出來 可能那個人都不同了 真的撿過了 OK 這個莊曉庭 Kimi OK 好 接著 哇這個 陳元軟 你爸爸媽媽會不會 為自省 會不會太自信 那些叫陳元軟 OK 他不是元軟 是元軟 即是元氣的元 陳元軟 你都是讀元軟的 是吧 陳元軟 Saleen Saleen 不是 陳元軟是Savonna Savonna Chin 24歲 他一百六十五CM 他報稱是做 我真不知道這是甚麼工作 可持續發展顧問 可持續發展的顧問 OK 還有一個 張瑞林 那又熟一點 Saleen 這個Saleen 25歲 他說是一個建築設計師 OK 老實說 我先回來 那我想都是 那樣東西 我相信各位網友都覺得 你說他是不是很漂亮 就不至於 很差也不是 25強 好像很差 也不是 那些是檔案照片 你問我這樣看 我都是喜歡1號 再看看16號的照片 16照片 是 嘩 媽咪 結婚16號 入榜 是不是好樣啊 是 16號照片 18號照片 你覺得不錯 剛才我還說是誰 不認識了 18號 接著 34號 這三個 OK的 如果這樣看照片 以前那些人說 回大陸 滾技師都是按電腦 這樣看的 是啊 嘩 嘩 技師的樣子差不多 來得到 吵架 吵你了 又真是他來過底 吵你了 差很遠 不知道幹什麼 好啦 今天就這麼多 記得上來買東西 點粥就到了 訂閱我的朋友留意 明天再見 拜拜